先见更新院在今年8月 成功完成了一起活体肝脏移植手术 近日病患状况稳定出院 更新院表示 个案42岁的曾先生是肝抑化患者 6月时病为住间的家户病房 期待肝脏移植救命 在等不到肝脏的情况下 最后是由曾太太捐出自己的肝脏就长夫 夫妻俩同肝共苦令人感动 轻松的谈奏者电子琴 42岁的曾先生8月初才接受肝脏移植手术 经过一个多月的复原期 目前状况稳定 新店更新院表示 曾先生3年前因为酒精性肝硬化 并发严重性负水及反复性食道静脉曲张出血 多次进出医院 今年6月病患危急 住进家户病房 等待肝脏移植救命 像曾先生这样反反复复地进住院 因为贫血 甚至于他也因为这个休克过 也做过手术 那也曾经因为这个呼吸的问题 也这个住过家户病房 那这种的病情大概没有办法 以台湾的这种现况来讲 你要等待一个 所谓脑死病患的一个器官捐证的话 确实是比较困难的 由于曾先生强烈表达想要活下去的意愿 所以曾太太决定捐肝救老公 新年更新院在8月7号安排手术 曾太太捐出了约60%的肝脏 全部换肝时间 耗时约10个小时 术后夫妻俩均安 他还是听我的捐得出来 把肝捐得出来 要不然我今天还没办法在这里说 我在前一两年就可以这样的 真的很感谢他 谢谢他 我爱他 因为他还要等很久 所以我就先去把他验血看看能不能和他 那如果和的话就给他 那我也爱他 新年更新医院院长林恒 一直到了曾先生家庭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也决定以爱心基金来补助部分医疗费用 希望曾先生与家属在历经重大手术后 可以无后顾之忧积极面对治疗过程 记者声明 这本期新店采访报道